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一这个东西在很多教会都有讲 而且几乎是每一个教会都在强调说 基督徒要合一 教会要合一 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东西 你不用光看我们节目 就看下面的留言就好 我们会发现 教会常常是彼此斗争的 然后常常这些东西都是在说 圣经上这个样子这样说 圣经上怎么怎么说 这个地方怎样说什么 进水里要怎样怎样 点水里怎样怎样 然后能不能说方言 有没有神迹歧视 然后现在还有没有医治 圣灵充满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现在还有没有先知 我们在网路上 还有在我们身边当中 充斥着这个样子的东西 等于说就是教会 其实是一直在彼此攻击 然后把彼此当作是敌人 然后说你看这些人 这些基督徒都是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其实基督徒花了很多的力气了 或者是大概是90%的基督徒 花了90%的力气在这种事情上面 也就是说他们把 其实把自己的弟兄姐妹当成是敌人了 他们有点搞不太清楚说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 或者我们真正应该用我们的精力 用我们体力到底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反而是这些东西他们都很关注 那你说从某些部分来讲 其实我能理解了 就他们是有一种护教的这样的心理 就是因为我爱主 然后因为我对圣经的理解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你们这样都是不对的 你们是带人偏离真道 那这样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了 但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互相攻击 是撒旦利用基督徒爱主和护教的这样一个心理 去让基督徒内部产生斗争 让你没有办法就是把你的关注点 放在真正撒旦在攻击的东西上面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现在才发生的 很久之前就发生了 就是灵恩派跟福音派 不光是灵恩派福音派吧 你想在那个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给哥林多教会 对吧 就是说那些人里面有分档的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种东西也是一个分档的问题 只不过分档的不一样了 当时的人是说 我是那个属基法的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伯罗的 谁谁谁 现在是变成了灵恩派是对的 福音派是对的 然后天主教是对的 新教是错的 等等等等会变成这样 那这导致的一件事就是 当我们看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是全部安静的 我们每个人就说是 这个是祷告就好 小孩在外面变性 然后呢我们的小孩不信主 我们的年轻人怎样怎样 我们就只要帮他们祷告就好了 然后不管是变性啊 同性恋啊各方面的 我们不要讨论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政治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些真正发生的事情 你处理起来是会比较棘手的 也就是说这个要考验你是否有智慧 你是否对神的话语理解的够 你才能够去跟别人讲述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什么 包括你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对吧 我们在频道下面我们的频道下面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 就很多也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对堕台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理解 包括在我们之前的那个我们采访两个牧师 说他们去关闭堕台诊所啊 那也有基督徒在下面留言 说基督徒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这种事情是跟世界有关的或者是跟政治有关的 为什么要把宗教政治化啊 基督徒只要自己祷告或者你自己过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就好 针对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 我相信这样的人其实在华人的教会里面 并不是少数啊 真的并不是少数啊 就是只不过是我们平时没有真的在讨论这些问题罢了 但是如果有很多比如说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教会 如果这个教会的人都是刚从大陆来没有几年的 然后他们可能很多因为很多原因进到教会里面 比如说他们需要半身份或者等等 这样的机会进到教会里面 你如果要是有机会跟这样的人去谈话 你问他们对堕台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会让你惊掉下巴 但是这种事情是不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 或者是是不是应该变成我们建造基督徒 让他们的心意能够回转到圣经上面的一部分 我想是的 但是这样的人呢 你又面临到另外一些问题 就是生命比较幼小 对不对 现在还是在吃奶的阶段 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需要让他们了解的真理的部分 这个是的 但是为什么不敢去做 为什么反而愿意去指责 跟我们教派不一样的人 或者说你灵恩派你负责派 为什么 因为简单的 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后果呀 你说吧 你上方打打字骂一骂对吧 你看那个你们怎么怎么样 你看你们怎么样 只要张嘴骂 你骂到你自己心里爽就好 对吧 但是你这样 其实在神国的建造里面 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没有任何的作用 只是被撒的利用分裂了而已 但是你说我们身边有这么多需要建造的人 我们想要去建造他们 或者我们需要把神的真理告诉他们 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的代价或许是被这些人背后骂 当面骂 或者是被人不理解 或者是你需要自己有更多的装备 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的频道里面发出来的节目 很多人观看量非常低的这种 都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就是真的告诉大家说 你现在要装备你自己 你需要行动起来 这样的节目反而是观看量低的 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 大家比较喜欢待在舒适圈里面 不太愿意说真的付出什么 出去说我真的要为神传福音 我真的要出去怎么怎么样 去做这些事情 很累 很烦 需要花时间 需要等等 你要付上一系列的代价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讲一些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 这种东西 观看量最高 比如说什么UFO来了 飞碟怎么怎么地 讲这些东西 大家都愿意看 都愿意讨论 为什么 你能拿UFO怎么样 都不需要你去做什么东西 就拿天主教跟新教 来做一个比较 天主教其实是很强调 就是行圣礼 然后去礼拜 去弥撒 然后这些礼节的 然后要去做善事 但是新教好像就在强调说 只要信就好了 但是其实我们的观点 不只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你说 天主教是对的吗 还是新教是对的吗 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子 两边这样子 好像拆开来看 好像说新教你只要信 然后什么都不用做 这样就好了 只要一直很相信就好了 当一个人真的信耶稣了之后 一定会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是说只是嘴巴上说 相信耶稣就好了 受洗只是一开始的一步 之后一定会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且如果寻求神的话 就一定会付出行动 为神而活 然后真的会拒绝邪恶 就像堕胎这样一个议题 就是这两天有一个观众的留言 其实让我看完了之后 我还觉得蛮难过的 因为它是代表了 蛮大一批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在这儿呢 简短的 这个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说这个朋友 他对这个事情的观念 到底是什么 他说是说 基督徒反堕胎 可以理解 毕竟是圣经上的教导 但是要上升到从政治面 甚至法律面去反对 就不合适了 毕竟不管是台湾 或者美国 都有许多非基督徒的存在 台湾非基督徒的比例 甚至超过95%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 不应该强迫非基督徒 去遵守其宗教教义 毕竟宗教只能用来约束自己 而不能用来约束别人 特别是不信的人 那他后面呢 又讲到说 这个如果要是有人怀孕了 对吧 这个要是经济能力不允许 怎么办呢 这个畸形儿啊 或者是甚至是被强奸而怀孕的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孩子生出来 可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那个基督徒啊 难道你们这些基督徒 只是为了高举反堕胎 这个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 拿到敬天堂的门票而已吗 然后之后这个小孩 过得好不好 对你们来讲 根本就没关系 你们根本就不闻不问吗 其实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因为他最后还是想说 把佛教扯进来了 就说什么 难道说佛教在台湾 是这么多的人的话 那如果说佛教立法 说全部全台开始吃素的话 你们应该也不想要 这样子的法律出现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愚蠢的一个比喻 因为这两个事情 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一个是关于要杀人 就是你杀人跟吃饭 怎么可能是一回事 随便的杀掉 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的人 而且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因为 某个人犯了奸淫之后 然后他不想要负责任 然后呢 你去杀掉这个奸淫的结果 这其实就是 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 为什么教会不敢谈论这些东西 因为教会如果谈论这个东西的话 就好像说把宗教放到政治里面 但是其实这不是这个样子 是我们本来就应该 不允许随便杀人的 教会不敢讲这个东西 但是却一天到晚 只敢就是彼此攻击 然后彼此在这边讲这个乱七八糟 就说什么 你要点水里啊 进水里啊 有没有圣灵啊 可不可以说方言啊 往前倒还是往后倒啊 我们跟张伯利牧师 碰面的时候 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基督徒 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 一个是建造人 另外一个是荣耀神 教会之间彼此攻击 没有任何的建造人 也没有任何的荣耀神 然后呢 让我们忽略 真正该注意的事情 就像说拯救生命 拯救灵魂 然后拯救这个 我们世界上的价值观 那还有另外一个留言 一个天主教的朋友 那个给我们留言 其实我很感谢他可以留言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频道下面 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 很多时候因为我对天主教 也并不了解 但是我也很希望能够听到 有天主教的朋友 对这些说法来怎么说 因为毕竟像我们接触到了 一些外国的这些天主教 其实他们在这些方面是很活跃的 他们在那个保护生命 反对堕胎等等等等 这些方面他们都是非常活跃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听到 他们留言 那这个朋友呢 应该是个台湾人 他留的第一段 其实我 拍写哦 对就是 不是因为他写成字是拍泄 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叫拍泄 我问了那个 我们同事才知道 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 拍泄 那个我们往下看 他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这个基督教 在攻击天主教 是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呢 唯一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所有基督徒 都变成天主教的一部分 然后都服从天主教 天主教是耶稣创造的教会 所以说 所有基督徒一定要回归天主教 这个样子的基督教 才可以有什么回转的方式吧 I don't know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原因就是因为 你看像现在FBI啊 把天主教变成是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然后呢 大家都攻击天主教 所以说天主教一定就是 这个世界上最正确的一个宗教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 是否百分之百正确的 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证据吧 但是我觉得是 为什么那个FBI 他们会把他给定成一个头号敌人 因为我们不难发现 就是说的确天主教徒 比新教教徒更加的合一 而且他们的确是在 这些就是违反神的律法 或者比方杀生命啊 或者等等这个上面 他们是比较vocal的 他们是愿意发声的 那他们在这个上面 在真理上面可以合一 而且他们是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 撒旦就会攻击他们 那为什么新教这么会比较散漫 就是因为我们 你照人家比起来 我们就是没太有 那样的合一去 一起去抵挡这些事情 我们是相对比较散的 而且我们的false teaching 太可怕了 太多false teaching了 像什么 变性人的牧师啊 然后drag queen story hours啊 然后drag queen可以在 新教的这个教堂里面 当牧师 这样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讲说 哎呀我们不要讲啊 但是天主教的话 我们必须说 就算他们的教宗是一个大左派 就算我们现在的总统 是一个天主教徒 然后他是个大左派 他根本就是在污蔑神 污蔑这个 但是很多天主教的这个 这个教导 他们是反对这些人的 他们是觉得说 你们不能参加弥撒 你们不可以领圣餐 不可以领圣餐 我觉得这些是说 很勇敢的 像他们当时说 佩洛西对吧 对 佩洛西说 那个我就不给你领圣餐 你怎么支持杀生命呢 你杀生命你就在我这 我就不给你圣餐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们某层面上 是有一个原则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说天主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这个方向 绝对不是 对 事实上就是所有的教会都不完美 没有一个教会是你说可以百分之一百完全相信 只要是他就是百分之一百对的 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教会 我个人认为啦 就是只要你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然后呢 我们是爱神的 然后不违反圣经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教会 然后是可以合作的教会 而是不是要彼此攻击的教会 对 那我对他这里讲的一点 就是我是不太同意 他说耶稣要的合一是实体可见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OK啦 就是合一实体可见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接下来说 也就是回归他自己建立的天主教会 世界才会认出他是真神 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有问题的 就是世界认出耶稣是真神 怎么会是教会全部都回归到天主教会 世界才会认出他是真神 我觉得这个前后的因果是违反真理的 就是世界认出他是真神 并不取决于教徒 是不是都回归于天主教会 一个是就像我们讲的 天主教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地方 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教派 是完全唯一正统的 只不过我们可以说说 大家在努力往那个方向去做 在努力的往圣经的教导的方向去做 但是只不过大家很多的时候 有认知上的不同 所以导致了一系列的差别 那就像我个人 我并不认为拜玛利亚是一件好事 除了三位一体的神之外 其他的都不能够拜 这个是新教教徒 应该是比较统一的看法吧 他们是觉得说玛利亚 是他们一起同工的一个人 然后他们是跟玛利亚一起祷告 这个我是不知道了 因为我也没太研究过天主教 到底是在说什么 但是你说天主教 他们勇于发声 他们说杀生命就是不行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大人带着孩子 我见过在帕萨迪娜那边 很多大人 孩子站在一个最大的路口 就在那里举着牌子 就说不可以通过杀人的这个事情 当时尤其在去年的时候 加州要通过说 是不是可以杀生命 把这个东西放到宪法里面 大人带着孩子 他们在那个帕萨迪娜 很多人在那里举着牌子 说不可以不可以 然后那个路边 那个过的汽车 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 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神喜悦的 当然是 其实说了半天就是什么 我们要合一的方向是什么 不是宗教仪式上面的合一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人 他们会这样想 就是说方言会让人跌倒 讲圣灵会让人跌倒 然后宣告 还有先知预言会让人跌倒 各方面的这些东西 如果这些东西会让你跌倒的话 那你真的就完全不认识耶稣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跌倒的理由 对吧 神那个时候说 说种子撒在哪里 你是撒在豪土里面 还是撒在什么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 如果说这些外界的 对于我们属灵生命 没有任何帮助的这些纷争 会让我们跌倒的话 那真的建议 重新回到神的里面 而且会让我们彼此攻击的话 对 就像那个很多人也会在意说什么 说Ethan的造型会让人跌倒 他的发型会让人跌倒 然后会说 那个你这个造型太恶心了 那个让人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我看你一眼 你们这个整个的频道节目 我都不想看了 那个实在是让人接受不了 说如果这种东西会让你跌倒 然后会让你说找不到方向的话 那真的真的 就是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上去找问题 我们真的真的要 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回到神的同在里面 要真的为神与神 这个时候要检查我们自己说 真的有没有去了解神的心意 其实很多时候 你个人与神的关系 并不应该被这些事情影响到 这些事情不应该影响任何 你在追求神道路上面应该要有的这样一个发展 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撒旦 所有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 我们不可以再彼此攻击了 我们要一起攻击我们的敌人 然后一起合一的为真理战利 我们不可以一天到晚就说什么 只因为那个教会说方言 所以说我们就完全否定那个教会 只因为那个教会说圣灵 我们就完全否定那个教会 只因为这个教派有先知预言 然后就完全怎样 神在做的事情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不是说只有一个牧师说的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如果说花时间在这边彼此攻击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抵挡撒旦在做的事情 就是堕胎 撒旦就是在这边 就是在杀小孩 我们大学就是有人在那个地方说 我堕胎好 堕胎棒 你们基督徒都闭嘴 然后同性恋的问题 我们没办法真正去关心同性恋 我们没办法真正去爱同性恋 因为我们彼此在这个地方纷争 其实圣经里面 常常说到教会里面 真的是互相吵架 然后各位 我真的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在讲一个教会有问题的时候 像说我之前在讲那个卫理工会 他有那个变性人牧师 如果我们在新闻里面 常常看到说教会里面会有变性人的牧师 有同性恋的牧师 就LGBQ这个群体 还有这个变装皇后的牧师 其实我们看到这么多 就是过去这两三年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新闻里面 集中出现在卫理工会 还有路德会的上面 是他们这个 这两个派系 主要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 突然就有牧师过来跟我们讲说 我们在攻击教会 然后我们在骂这个教会 我们在造成分裂 其实不应该这个样子想 当我们看到这个样子的新闻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卫理工会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路德会的人 你应该要向你的上级 或者是向你的区域的牧师 来去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呢 我们的教会不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的教会不可以变成 像这个新闻上面讲的东西 我们讲出来这些东西 其实并不是要攻击任何的教会 其实只是报道事实啦 对 没有说真的攻击谁 但是之前是有一个为理工会的牧师 听了我们讲上话之后 马上就发火了 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就说 你们在造谣 你们在这个攻击教会 但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上网去查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新闻 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 然后我们想 我们说出来这些东西 其实也不是要攻击其他的教会 或者教派或者怎样 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如果不认罪悔改的话 就敌人就在这个地方 敌人就是会侵蚀我们的教会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检视我们自己 其实当基督徒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检视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就是 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往外推 然后遇到任何事情 好像觉得说 那个人在攻击我 这其实是一个 非常受害者心态的一个想法 总而言之就是 我们合一的方式 必须是要建造人 然后还有荣耀神的 我们必须要在真理下面合一 不是任何的宗教仪式 不是我是什么教派 不是我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不是说我是路德会跟魏理工会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们要的是在圣经上面合一 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去理解圣经 然后我们要彼此的祷告 我们要彼此的帮忙 彼此的帮助 就像这次我们去interview 这个Gary Cass跟Troy Troy Newman 他们就是一堆教会 在一起合一的祷告 然后才可以把这样邪恶的事情 杀婴儿的事情 推出去他们的城市之外 也就是说我们 合一的力量是大的 但是我们合一的力量 不是说你要完全服从我 我们这个区域就只有一个教会 只有一个教派才可以 而是每一个教会各有所长 每一个人各有所长 我们要合一起来 来去抵抗敌人才对 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 听从我的教会的这个东西 然后做我教会的仪式 然后一切东西叫我说的算的话 这样才叫合一 这样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 对所以我们看到合一呢 其实可以带下巨大的一个神工作的果效 这个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 如果大家要是90%的教徒 要是能够把这个90%的精力 不用来那个骂别人 反而真的在做合一的事工上面 我们的城市很快就会反转 就像我们这一次去这个采访 那个Gary Moose 那他给我们讲的这样一个 就是非常棒的这样一个见证 就是他们整个城市 怎么做到转化的 不仅仅是说他们城市里面 堕胎诊所全部都不见了 他们整个城市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化 他们的市长是一个爱主的 而且遵行这个神旨意的 这样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们的这个警察局长 也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然后他们整个市议会里面 基督徒占多数 他们的校董会里面也是基督徒占多数 他们这些人上任了之后在一起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制定一个方案 怎么样把邪恶从我们的城市中间除去 所以他们把堕胎诊所赶出去 他们把这个脱衣舞厅给关闭 然后他们把这些一些邪恶的东西给关掉了 为什么 这些东西的源头 就是我们去问他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的精髓到底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也模仿你们这样来做 带下我们城市的转化 你这个东西的精髓到底在哪里 他跟我们讲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说他这些东西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实来 一切都始于最开始的一个祷告会 这个祷告会是什么 是他们这个城市里面有同一个异象 合一的牧师聚集在一起开的祷告会 他们每个礼拜四 大家一起来认罪悔改 一起来祷告 他说这个祷告非常简单 祷告什么 就是主祷文的祷告 就是说让神的国降临 让神的国可以掌权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 在这片土地上面 就是开始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 带下了到最后这样的一个国效 一个完全从属地的属肉体的撒旦掌权的国 转化成神掌权国度的这样一个城市 所以你说 我们就问他说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妙招吗 没有妙招 妙招就是这一个 就是你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要有这样一群人 然后祷告之后 你要带出信心下面的行为 你就可以来转化这样的一个城市 他们怎么选基督图市长上去的 你首先你要挑到一个人选的 对吧 你要祷告 祷告说哪一个人选到底是可以的 祷告来之后 教会里的人要帮忙啊 这个市长要选举 你要帮忙出去拉票啊 你要去投票等等等等 这些职位你都要这样做 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转化 而且你如果转化完了这个城市之后 你如何能够保持城市里面的 还是这个样子 要继续培养人呢 市议会有空缺 有空缺 他说有空缺怎么办 有人需要到里面去当市议员 怎么办 先问教会啊 你们这些教会里面 教会有没有推选人出来 你们教会哪一些人是在你们教会里面 是真正的爱主的 是真正过基督徒生活的 是真正有这样的 从神而来的智慧的 你把这个人弄到市议会里面去 你这样才可以maintain 说你这个城市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是一直保持着基督文化的这个城市 那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城市之后 受到好处的不仅仅是基督徒跟教会 所有那些没信主的人 他们都受到了好处啊 谁喜欢住在一个犯罪犯滥的城市里面 谁喜欢住在一个吸毒犯滥的城市里面 谁喜欢住在一个 你往大街上一走 就这边就一个托衣舞厅 那边就一个什么 谁喜欢住在这样的城市里面 没有人呢 所以他这样的基督徒的努力 带下城市的转化 让整个一个城市的人都得到了好处 容神一人 这个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 真正在神里面的合一的大能下面的转化 你说的很对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就是今天呢 我们在这讨论一个合一的问题 这个问题经常在我们的频道里出现 也经常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出现 但是我们从现在要开始知道 只要我们按照他们成功的先例 我们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合一 我们就可以带下真正合一的果效 而不是说 指责说你的这个宗教仪式是错的 我的宗教仪式是对的 巴拉巴拉 你这样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容神也不义人 反而让仇敌得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蓝图的一个看见 刚刚那个我补充一下 那Gary Cass那时候就讲说 有些教会他们的资源比较多 有的时候我的资源比较多 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可以彼此帮助的 他们只要是目标一样的话 就可以说 如果说这个议题需要我这边的资源的话 我可以拿出来 如果说这个议题是需要他们那边资源的话 他们可以拿出来 教会其实是可以互相帮忙的 有些教会老人比较多 有些教会年轻人比较多 这些东西是可以一起帮忙的 然后一起去做 这样子一个神国的意向的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对这个合一的看法是什么呢 你是赞同在宗教礼仪 还有仪式这些上面的合一吗 还是你的确认为说 虽然我们在某些方面不同意 但是我们整个大方向是对的 而且在这里面当然不能够参杂任何的 这个异端邪熟 所以你在合一的方面 你认为是怎么样的呢 或者是你觉得从今天开始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有没有什么合一的比较好的办法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